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国立台北科技大学 机械系的汪家昌老师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创造与生活同在 汪教授是理工科出身 想法比较实际 他认为从生活中观察 比读万卷书还要实用 尤其透过脑力激荡后 将想法实物化 更能进一步改变人类的生活 在生活当中 会经常需要很多的观察 去发现很多的细节 从细节中去寻找出 可能可以得到改进的方向 周遭的观察中 你会看到很多 你以前可能没有想过的事情 那书本上不见得 是直接告诉你答案 可是你透过观察中 你去想它 去思考它 你会发现一些 新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从生活中仔细观察 举个例子 汪教授发现 家庭主妇经常使用晒衣架 有时因为承载的重量不一 可能造成倾斜状况 这时他会与学生讨论 改变支点的支撑力 进而设计出辅助工具 他希望学生能够理解 很多人类伟大的创作 都是从生活观察起 视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透过这些 对外界的观察 你会培养出你自己 对某一些事物的特殊的兴趣 汪教授也鼓励学生观察 不一定要局限在书本 或者是实验室 很多时候灵感 就来自放松的时刻 只要愿意思考 仔细观察 从小做起培养 没有什么办不到 欢迎讯赖尾凡 蔡基林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